大家好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春天来了 我记得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阳春三月下阳中 我们这儿的春天其实也是从正常的情况下 就是从三月份开始的 那草坪已经变绿了 再有一周的时间它就完全变绿了 今天呢我带你们去一个教育城市 之前的视频呢大部分我都是介绍的 有的乡村的房子 小村子的啊 还有呢 村子附近的那种小镇子 有旅游小镇呢 有旅游小镇还有教育小镇 因为我是住在这个 Coopers Town 古拜 还有一个教育小镇 Coopers Town的这个 这两个小镇的中间 看我们今天先去接一个 接他儿子的一个同学 他们家也住在这个小镇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 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是住在这个小农场里 我不是也播了吗 最近的视频都播了那个学校了吗 就是小镇周围的 无论你是镇子上面的居民 你还是镇子外面的这个小乡村的居民 还是小农场的居民 还是山上的这些居民 他就是按这个区域划分岗 这一块儿属于这个小区 再往那一块儿就属于这个 主管任何会儿去到这个小区了 所以说不要担心你没有学校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是属于美国 包括人跟加拿大 都是你肯定会有一个校区归属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乡下的校区们 就说它是不能说学术上特别好 但是说它也不会是特别差的 尤其是在硬件方面 它远超于城市的那些学校 这个在之前的视频我已经讲过了 因为它最重要的就是说它的土地 土地太富裕了都空着 家家你看这家附近这个农场 这个森林都是它家的 这没用都在这闲置的呢 很少有人住这样 这个都是 人们主要就现在这个农场啊 在我们这儿 这都变成了一个 就都变成了这个 就一个变成了完全的居住了 勤劳的人会养点什么鸡呀鸭呀是吧 牛羊的玩儿而且你养的话你有点收入的话 你的税就能降降很多 然后这是这原来有带你们来过 这他们家在这买了一个农场建了一个 哈喽 哈喽 这同学他们家在这儿就买了这么一个 买了这么一块农田啊 哈喽 就是一个农场 上面没有就是别的大的农场 别的大的农场分出来的一块 就是旁边那个农场 他这个地原来是他的 那个旧房子是他的 然后他们家农场大 他就他就卖了一块地 给我儿子这个同学 他们家在这儿盖了一个这个新房子 你瞧那家还封给了那家一块 那家更好 那家是在山上盖的房子 看到没有 那家更浪漫 他们家这个就是在这个下边 瞧这家 这家人家被树林子盖住了 这家把它盖在山上 隐溢在一片松林中 这多像那个南宋 北宋南宋的时候 那些文人默克啊 你看这这些森林长得多好啊 这个这是一片枫树林 枫树林虽然它这个木质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特别坚硬 他们家周围那些个都是那个 富尔很值钱的那个富尔松树林 就是一种很好的松树林 这一家也在山上 嗯 就说那个很值钱 而且它四季长青的啊 所以他就把房子盖在那个地儿了 然后这边呢 就都是一些 这个大部分都是枫树林 你也别小看这些枫树林啊 那个枫树林呢 它他们家没利用起来 他穿上那个塑料管 挂上那小桶 这一棵树一个季节 就能给他贡献十美金 十美金的那个 红糖浆啊 美国人特别喜欢吃那个 不早晨 早餐都有那个pancake 你看这家人家就很勤劳 这家已经开始整理了 春天开始整理了 我估计它是要种那个玉米 你看这景色 这些小农场 这边这些家就是我儿子他们 不是他们班同学 但都是学校的 都属于一个校区 每天这个校车 这从我从镇子上开出来 这还没有 就是五分钟吧 从镇开出来几分钟了 这个视频做了几分钟 刚才一出镇子我就开始做视频 六分钟了 六分钟 也就是说你住在这个农场里 你就离这个镇中心那儿 也就是六分钟的距离 丝毫不影响什么 你想你为什么要让我选择的话 还是一个农场 这农场还租给这个 租给这个当村主 什么这个货车和轮胎什么的 这边的景色好美啊 你要选择在镇中心住的话 那种就是那种 离得比较近的啊 就前几个视频 我给你们拍的那种 每户每户离得比较近 其实就是社区房 但其实你住在 你看你住在我 我们都住在这边 住在这个农场区这边 住在这边的景色 你看有山谷 有四面山 我们这边是不是也是 那个瑞士风光啊 瑞士它不就是山脚下的 一个个的小村子吗 你看这边 嗯 邓约市那边到夏天比较热 因为它的海拔比较低嘛 我们这边都是在这个 住在这个矮山上面 但是道路非常好 都能开到山上来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看这个区别 这都是小农场 你住在这儿不比 住在那个城市里边 和镇 包括那镇子上那种 单元房墙 那个 那个 普通的那个住宅墙嘛 然后这一个教堂 这是个小村子了 现在我们要经过的是一个小村子 漂亮吧 这小村子 因为镇上的房子吧 都比较旧 它都是那个七八十年代的 甚至有的是六十年代的 在那镇中心那个 还有两百年的 这是一个古老的房子 但是你要就在郊外来 你买别的大农场的一部分 你可以就盖一个新房子了 大家都喜欢 还是喜欢住新房子 那刚才我们去接同学的这家 他家就是几年前 盖的一个新房子 他们家原来也是住在那个镇中心 后来就大家都喜欢 尤其是孩子比较多的 都喜欢住一个农场 空间比较大 而且孩子们都喜欢 就说种种果树啊 或者是养养鸡鸭啊 娱乐性的养养那些牛羊啊 很多牛羊什么的 都不是说要宰割它 有的当然为了增加收入 有的他也会去 有的人他也会去卖 到了春天就养 到了秋天那个初冬的时候 就会把它卖掉的 卖掉的话他能赚一笔钱 而且形成他的销售收入之后 还能够给他减税 好多这个同学他们家里人家都 只交2000美金的地税就行了 但是我们家也有顾不上啊 没时间 再加上我那个农场是三十多年前买的了 那个就是它比较小 我想一直换个大的嘛 小的话你就 你就离着人家邻居近啊 你就不太适合 养什么大型动物 其实养也没事 它也符合规定 只要超过五个acre 五个英亩的话 你就可以养了 但是还是想搞一个大点的 你要养的话就想 那个我是想弄一个那个清明上河园啊 就是看那个我喜欢那个清明上河图 宋代的文化啊 我觉得我现在挺幸福的 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我已经过上过去那个 什么苏东坡呀 是吧 星系级啊 林浦啊 就是宋代的那些 这是过一个小乡村 其实这小乡村 我觉得就比那个小镇子 小镇子上还是有点太商业化了 这小乡村它多么多么幽静啊 多干净啊 我就说我已经过上了星系级他们那种 龟隐山林的生活了 星系级不是它也是壮志未愁啊 就真的是一个我最佩服的这个古代的这些文人就是星系级 我觉得它写的那些词 所以说被称为什么词中之龙啊 词中之龙非常的有气势 而且呢 他还是一个将军 他不仅仅是一个词人啊 你看这个学校 那个 他不仅仅是一个词人啊 他还是一个这个 刚才我们给你 刚才我们那个看的那个山上的学校 看到没有 山上那个学校更好 那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 它的一个那个小学啊 小学 这个我说星系级呢 过的是那种龟隐山林的生活 嗯 他还是他除了是这个 这个词人之外 他还是一个将军 挺二十多岁的时候 竟然就能跑到这个 带几个人 就能起码跑到这个 金人的这个军营里边 把那个叛徒 给拎上就可以走了 哈哈哈 我挺佩服他的 这还是真正的真正的英雄啊 但是他去了南宋之后 一直都没有得到重用 你看这个越是有这个才华的人 包括苏 苏是是吧 也是一会被贬到这儿去 一会被贬到这儿去 被贬到什么广东去了 被贬到什么海南岛去了 越是有才华的人 往往他们比较正直是吧 嗯 我佩服我喜欢宋代的文化呢 就是他们这个文人啊 是有骨气的 不像现在的很多文人 就都成了人家的吹骨手啊 没有自己的见解 真的那时候呢 我觉得宋代的文人 包括他说说他有党争 我认为他的党争 其实宋代跟美国的现在 这个两党之争啊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他是分成新党和旧党 就跟美国的现在是民主党 和共和党是一个比较自由 前卫的党派 还有一个比较保守的党派 嗯 他们的观点不一样 嗯 但是呢他不像像明朝的时候呢 他就完全是什么没有什么政党 全都变成了皇帝的这个 家奴了啊 这些文人默克 还有什么大臣们 嗯 但是人家宋代的那些文人 他有他的观点 他不会说因为 就说你谁当权 我就去巴结你 我就放弃我的主张 然后我去听你的主张去 人家都不那样啊 嗯 人为了你像苏东坡那种人 他要是想巴结奉承 他干嘛 他绝对不会去那个被贬的那么远去了啊 他宁可被贬 人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那种文人的傲骨 我觉得在这个唐宋时期 还真的是 我觉得中国人是可敬可配的啊 真的现在的 现在这个 这个人们的 这个文人默克的素质远远的不如唐宋时期了 然后再到了明清时期 那就 那就完全就堕落了 就是 就变成了 就说是这个家族嘛 这跟 我觉得这跟那个建国的这个 领导 就是叫领导吧 那时候也不叫领导 叫皇帝啊 跟这个皇帝的素质 和这个度量也是有关系的 呃 这个唐宋呢 他的文化比较繁盛 对 包容 就是对外包罗万象啊 你看那个 当时的唐朝的长安城 还有宋代的开封城 说那里边 住的大量的这个 外国人 就是什么中东那边的人啊 欧洲的人比较多一些 因为他就像现在的纽约似的 他都非常包容万象 来吧 我给你政策 好的政策 那你做生意 是吧 做贸易 让你赚钱 嗯 然后呢 我还这个 还能做官 那些人还在 中国那个扎根了啊 做官了 嗯 典型的不就是那个 他做官了之后 也没得到他们什么好处 而南宋灭亡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这个推手 就是当时一个阿拉伯人嘛 他在泉州啊 他那时候南宋在泉州那个做 对中东的贸易 什么瓷器啊 丝绸啊 这些做得非常好 嗯 阿拉伯人他们也 中东人也非常擅长做生意 就跟南宋一直做的生意很大 这简直就是说 他家里都有几千艘这个轮船嘛 运输的 现在我们上了这个高速路了啊 你看这些池塘 这些小农场的池塘 那今天我刚才说的 简单的说了一下 今天要是去这个 嗯 一个美国的三线城市 原来介绍的大多是什么旅游小镇 和什么教育小镇啊 这个三线城市呢 它是教育教育城市 为什么叫教育城市呢 嗯 因为 嗯 我不说了吗 我住附近的那个 古百镇呢 它是一个度假小镇的 非常有名的 是棒球的发源地 所以到了夏天啊 那些个不仅仅是棒球明星啊 就是那些体育明星们的一个向往的圣地吧 就像我们中国人什么去什么 嗯 这个喜欢共产党党史的都去沿埃 是吧 革命圣地 嗯 嗯 嗯 喜欢国民党党史的可能会去 什么黄埔军校啊 广东的黄埔军校啊 或者是去这个 嗯 现在去台湾 是吧 嗯 就是一个圣地 它是一个体育明星的圣地 嗯 叫旅游小镇 度假小镇 它很富有啊 所有的度假小镇都非常富有 你要每年那些个 这个 体育明星们都跑到这儿去 消费嘛 去度假去 他们还在那儿举行比赛 或者是就相当于party吧 大家都来这儿 这是这个体育胜利 嗯 喝酒啊 玩啊 那还有大剧院 有体育场啊 很漂亮的体育场 嗯 还有一个很大的剧院 还有什么湖啊 是吧 就是 这个还有什么博物馆呢 棒球博物馆呢 嗯 这个原来视频里拍了很多 还有呢 就是我是在那两个小镇的中间嘛 还有个教育小镇 那个教育小镇上面就是说 有一个挺大的农业大学 只要有一个小镇都不大 一个大学 它就 就是 学生挺多的啊 教职工也挺多的 所以那小镇上的居民呢 大部分都是老师 还有政府工作人员 那就叫教育小镇了 嗯 我还没有给你们介绍 有一种叫行政小镇啊 行政小镇也是在我那个 在那个教育小镇的附近 嗯 像我们要是办什么驾照啊 啊 办什么你要注册公司了啊 什么 你包括你婚姻登记了 什么的 嗯 就都要到那个 行政小镇 它那个 就是county的 叫郡吧 郡的政府在那 嗯 你去那办手机 那是一个行政小镇 嗯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呢 是 为什么在教育城市呢 教育小城市呢 因为它规模比小镇要大 它 类似于中国的那种三线城市 啊 这是一个专业化大农场啊 里面养了很多牛 像这个就是人家是以经营 不是以玩 以投资什么的 它就是 有的农场主 现在就是 他们传承了 农场会传承了二三百年了 人家还是 世世代代就是也不喜欢去工作 尤其是阿米诗人 他们那个民族不喜欢现在的那种生活方式 他们还是去 就是去这个 就是用自己家这个农场 就是我在这儿 种种植啊 养植啊 什么 嗯 可能就靠这个收入吧 靠这个收入来 养活一家人 就是生活 这个 这个教育城市呢 它大 它有两所大学 一所是 也是一个规模更大的 比我们那个规模更大的 小镇上 那个农业大学 规模更大的 一个州立大学 它是相当于咱们国内的那种 什么 嗯 什么 河北师范呢 是吧 什么 山西师范呢 就是师范大学 它也是一个本科 嗯 规模更大 然后还有一所 非常古老的 这种 私立大学 嗯 那个私立大学 是建于 17 8 几年啊 非常古老 它虽然说 它没有 排上这个 什么 排名 100以内的啊 美国有这么一类学校 就是当地的人 它非常尊重它 因为它从过去 还没有公立大学的时候 它就建成了 只有过去那些贵族子弟啊 有钱的人家 才会来这儿来上学 因为它的学费 因为它的学费 私立学校的学费比较贵嘛 到现在它的学费也是 呃 两万多 你要加起这个 加起来其他的费用什么的 要四万美金左右 因为美国人 只要有条件的话 人家不喜欢这个公立大学的啊 咱们中国人是公有制惯了 从小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长大 比较认可这种什么 什么州立大学 就相当于国内的那种 省办的大学 但是在美国人 人家还是比较认可 私立大学的 它的教学质量 还有人员 我觉得主要是 人员素质比较高吧 你看去私立大学 你别管它是什么 名校还是不名校 你一看那个学生的气质啊 就是不一样的 嗯 他们的 就说学术 私立大学的学术呢 他不一定 就是说 不一定说 比这个 呃 有名的那种 就是 什么 有功力长青藤嘛 是吧 那功力长青藤 呃 不一定比他们强 但是他 都是小班教育 就是 什么 比如说一个教授 这一个班上 只有二十来个学生 这些教授 就只负责这二十多个学生 然后五六个教授 负责他们几个 那教学质量肯定就好了 他们 在这个 就是 下学之后 还要去一起喝咖啡啊 讨论一些问题啊 但是功力大学 因为他的人很多呀 人很多 他就 顾不上你啊 那个人家那个 功力大学 学费也低嘛 学费有的 基本上就 交个几千块钱 就根据你家庭收入啊 就几千块钱就行了 人多 他都是 尤其越是大的那种 功力大学的话 你包括现在那个 大规模的那个 私立大学 像哈佛啊 什么 哥伦比亚呀 康奈尔啊 他们也都是 就在那个大礼堂里上课 大礼堂里一二百个人 反正你听懂就听懂 你听不懂的话 你也没有 就也没有 因为人多 所以也没有说 教授会下课之后 单独去给你辅导什么的 或者小班那种 几个人去 再去讨论问题的 没有那种服务 顾不上 人家也顾不上来 所以很多 有的学生 他刚过来之后啊 上大学之后 刚过来 他不适应 他英语也不好 他那个人也多 他可以 他也听不懂 他也得不到老师的那种 单独辅导的话 他就特别着急 很焦虑啊 所以我觉得有的 其实有的学生 你要是家庭条件允许的话 但是对于国 就是对于美国的学生来说 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来说 他是 就说你去公立大学是很便宜的 但是对于你国际生来说的话 并不便宜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就上一个 在美国你上一个 差不多的中等的那种 州立大学的话 也要 就是加起来差不多 要连吃带住带学费的话啊 像我们这边是 就是 一万 一万五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农大吧 农大大概一万五六的学费 再加上你吃住的话 下来得三万 三万美金 还有在就是在那种公立长青藤 比较就是那种有名的大学了 排名在一百以内的 那个就是两万多的学费 你再加上一万多的吃住的话 你下来也是就是四万美金 所以说你上公立大学 只要是本科 不论是重点 就本科普通的是三万多点 三万这个名校吧 有名的这个 州立大学的得到四万 这我们这边 其实纽约州还是算是便宜 不是最便宜的 但它也是比较便宜的 相对来说 性价比来说是非常不错的 你要上那种 你看我就说的这个 连学费再吃住四万美金的那种 它都是排名在一百以内的 还是就是公立长青藤啊 很有名 学术各方面都非常有名的 但是你要去加州什么地方上的话 那边他们本身人家就是 加州你看房子也贵 农场也贵 土地也贵 为什么他有的朋友说 你怎么推荐加州的不多呢 除非就是喜欢加州 在那长期住的人 他要求我给他推荐 我们这个团队也有专门负责加州的 我们会给他推荐的 但一般情况下 你说你要是从国内刚来的啊 或者是在东部的 我们没必要给你推荐加州的 加州的那个贵啊 是吧农场也贵 还有刚才说这个学费 你看在那上UCLA 就是好 他这个公立学校比较好的那些 你全年下来的话 你那个都不会少于六七万美金的 比我们这边要贵 三分 要贵三百分之三十呢 三分之一左右呢 嗯 就是总之吧 就是加州它就是一个高消费 你要到跑的那个 有的朋友不给我留言吗 说哎呀你们的那个房子和农场 真是便宜极了啊 我都不知道 我在这个我感觉到好像都是在美国 我在什么 金山呢 我在硅谷啊 我在洛杉矶啊 都感觉到跟你生活在两个世界似的 包括环境也不一样 真的我去加州那边刚来的时候也是啊 因为加州有名嘛 还去加州玩去吧 玩啥呀玩 我觉得它那儿没啥可玩的 这个树 你看你开到郊外去吧 它没有什么树 挺光秃秃的 反正景色 景色我觉得郊外的景色绝对没有我们这儿好 我们这儿现在还是也是也是就是初春呢 还没有到漂亮的时候呢 你再过下个月都变绿了啊 绿油油的 很漂亮 尤其到了这个 要到了那个 秋天的话 那简直就是童话世界了嘛 都是红的黄的这个树叶 那种枫叶到了冬天 它四季分明嘛 到了冬天 就是白雪挨挨的另外一份景色 我觉得还是冬布挺好的 它一年四季都会有所变化的 加州那边雨水挺少的 嗯 那个 但是它有它挨着海哈 嗯 挨着海但是你也住不到那个 住不到那个海边去啊 是吧 它那个一号高速公路那个倒是挺漂亮的 那海边的房子更贵 嗯 我们这边你可以随便就说住个湖边还是没问题的 湖边的房子是贵点 但是它不是那么特别贵 因为纽约州上周这边有八千个湖边呢 所以湖边的房子 嗯 买得起啊 肯定是买得起 嗯 小湖边的你也是 也有那种二十来万就能买到的 房子不太大 二三十万 大湖边的 那种也就四五十万 三四十万也能够买得到的 嗯 就刚才还说了这个三线城市咱们了解了解 别老了解乡村和小镇了 了解了解这个三线城市 嗯 三线城市咱们看完了之后再带你们看一看 二线城市 美国的那个二线城市就是州府嘛 就相当于中国的那个各个省会啊 嗯 你要喜欢住城市的 其实我真觉得 呃 美国这个大城市不适合人居住 你就这治安来说 你这大城市哪个治安好啊 旧金山现在快成鬼城了 洛杉矶的治安也不好 不那个谁 那个那个 他是个主持电影明星 那个电影明星不是说前几天 他还住在那个洛杉矶那个最好的区 比利福山庄那儿嘛 都是好莱坞影星住的那个地方 他家里也是被偷了 嗯 然后你这个 包括我们这边纽约啊 东部纽约啊 芝加哥 他那个市中心的治安也不好 因为人多嘛 咋嘛 是吧 来自于五湖四海的 各个民族的人 你自然就是 美国他整体素质是比较高 我觉得是 乡下人的整体素质比较高 城里边住的那些人 整体素质还真不高 他跟中国完全一个大相反啊 嗯 这个 这个三线城市呢 有这两所大学啊 规模比较大的大学 所以他就被我们都叫成 就是 这个 教育 教育小城市啊 嗯 在这种 反正我觉得还是在小城市里住着 或者是小镇子上住着 比较舒服吧 他离着这个 古百镇也挺近的 嗯 就说 人古百镇这个旅游小镇呢 人家不让那个 你扩建什么商业设施 他要保持他那个小而精的那种特点 所以说 呃 所有这些商业啊 什么学校啊 什么的啊 呃 这些要扩建的东西呢 他就 都 都在这个城市 这个三线城市这个地方 来让你扩建了 也挺好的 住三线 你要喜欢稍微热闹点的话 住个三线城市里边什么 呃 所有的学校啊 医院啊 这个 配套商业配套设施啊 这些都 更多一些 好的 我们现在高速上就不看了 一会儿我们到了那个 到了那个教育城市 我再带你们看那个师范 我们纽约州的 叫做一个师范大学 想上这个 有些女孩子 如果你想当老师啊 男孩子有很多想当老师的 可以考虑这个学校